那从2024年1月份开始 如果毕业工签是24年到期的同学 是没有延长18个月工签的政策在了 那么你如果现在分数还不够 也希望能够继续留在加拿大工作的话 或者说你的雇主非常能够希望你继续来为他工作的话 一定要是时候考虑Limiya劳工批文的办理了 我们很多的学生有加拿大本地工作经验来说 Limiya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很好的方案 再说一下就是这三个点 一个就是千万不要浪费毕业工签的时间 一个合理规划的时间 你完全可以全职工作的同时来兼职读书 那再有就是紧跟政策的变化 及时寻求专业的意见和帮助 还有很多就是我发现工作经验刚满一年的学生 他的一个概念还是在很多年前认为 我工作经验满了我在赤子里等着就可以了 我就等着被邀吧 他也不去看他的分数够不够 也不去尝试更多的提高自己的分数 那么你在赤子里等着最后邀请不到也没有办法 那当然你可以考虑说回到国内 对吧 那累积境外的工作经验去加分 可是现在在如此高分的一个情况 不提前规划 你会让你越来越被动 如果你已经在上班了 那建议可以来联系我们 帮你看一看你现在的工种 你现在knock tier code 它是不是符合移民 它有没有可能触发某些移民的类别 那你目前的分数如何在长线短线去有一个加分 对吧 那如果你分数可能就差个几十分 或者差个二三十分 就能达到534的一个高分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及时的开始考虑通过Linear等项目来进行一个加分 那快速的出现呢 所以对于这几个点呢 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先想一想哈